《純洋小學》 在香港道教聯合會第七間小學 以下為大家介紹一下這間小學 《純洋小學》坐落於馬鞍山 它除了擁有雲山蒼蒼的景色之外 也面對著現代化的新市鎮 當你搭入校園之內 首先會看到兩張很大張的瓷磚地圖 是由中國封開院教育局送陣 寫著《空懷祖國,放眼世界》 而另一面就是綠油油的室內運動場 還有和可以自修和看書的圖書館 可以容納四十多人開會的會議室 《純洋小學》是由香港道教聯合會主辦 《純洋小學》是由香港道教聯合會主辦 在國內也參與不少慈善活動 《救病扶危》 《興學肉財》是他們的宗旨 以下有請《純洋小學》的豬柏全校監 跟我們說說辦學目標 《純洋小學》是香港道教聯合會 嚇嚇第七間小學 《純洋先董眾道女合辦》 故此命名為《純洋小學》 本校謹依道教聯合會辦學的宗旨 推行道化教育 以明道立德為校訓 本作以道為宗、以德為法、修為教、以仁為宗旨 努力肅仁、服務社會 本校除有注重學生、注育分裂之外 情願德育、體育、韓育、美育、並駕齊區 以培養學生在各方面的發展 為社會服務、為國家培育人才 朱校監也說 他們很著重學生的德智體群理 開校以來 除了作育英才 也不忘參與社區活動 不止參與 還得到很好的成績 曾經一行的環保計劃 他們得到校園設計冠軍 這個時候我們有請 順陽小學 謝校長跟我們說說學校的情況 順陽小學是由香港到教練合會主辦 是一間擁有三十間標準課室 設備完善的政府資助小學 本校在一九九五年秋天落成 同年九月一日開課 本校以優質教育為目標 以下為順陽小學各方面的開課 在行政組織方面 以後董會的指示 分設校務 分設校務 教務 訓導 總務 科奧活動 設備 資訊科技 學校行政電話系統 分門別類 處理校正 以及行政管理 在校舍設備方面 學校樓高七層 有標準臨口場兩個 標準課室三十間 特別室四間 另有音響 燈光設備完善的大奶堂 全校課室及奶堂 均有空調設備 在課程編排方面 一至四年級 實施目標為本的課程 一至三年級 採用活動教學 由建校開始 一至六年級 都設有普通話堂 在飯育方面 以道護隊 代替風紀隊的組織 目的是 以保護 和指導學生為目標 好 西營嬰兒班 獅子功夫班 好 取公司頭 好, 去吧 一腳 過萬腳的撐掌 掛上萬兩件菜 一腳上萬兩件菜 一腳下萬兩件份 一腳上萬兩件菜 制衣抹探 來自獲擂 旁觀 大明 看初班 懸崖祖 田徑祖等 在師資方面 全部教師都是受過訓練的合格教師 其中過半數是大學學位教師 展望將來 在教育處辦學全體領導人 後董會後監的英明領導下 各界社會人士的指導下 以及全體同事的團結及支持下 相信本校將來一定能夠取得美滿的成績 謝校長提到 優質教育是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所以每年學校舉辦不同的活動 給同學和家長參與 包括有賣物會 加速家長和學校溝通的家長座談會 當然學生也參與社區內的活動 至於在學校之內 除了學科訓練 還有很多課餘的活動 例如足球班 網球班 籃球班 籃球班 訓練體能和智能的攀石班 訓練體能和智能的攀石班 賣向二十一世紀 資訓科技一極之重要 除了體能訓練之外 藝術訓練也不少 有口風琴班 奇藝班 水墨畫班 水墨畫班 布公仔製作班 經過一天的學校生活 同學抱著愉快心情放學 純陽小學的未來 就正如同學步伐一樣 齊步向前 邁向更好的明天 還有一些不同的教育 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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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